1.7是一个温暖的第二起居士 也是一个融合最新科技的移动生活空间 结果他今天出来的车是属于又豪华又科幻 科幻感很好 我觉得我非常喜欢的这个设计 超乎我预期了 我觉得这个设计会在除了豪华屏 这个层面上的客户之外 包括年轻人也会喜欢 这个是中国制造 这是中国人自己造的未来的汽车 这也是一个全球汽车 也是在全球电动汽车行业领先的品牌 我们也希望早一点去 我们已经制定了这方面的计划 我相信在21年的我们会有进步 我们在欧洲会能够买到我们的车 但是我们会从一个国家开始 每个人都在前面 我把这部分都做到 那么精度的 也就是要做出击肌 一种自己也要做出击肌 那就要做出击肌 我们下初步